10号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 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即日起实行 美国近日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俄武器援助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 中方决定对以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 采取反制措施 一是对边缘自制运营公司 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 斯凯迪奥公司等三家后付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 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二是对摇杆舵公司创始人史蒂文·鲁德 内达华山脉公司副总裁詹姆斯·伊克斯 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亚洲区主任大卫·萨顿 宇航环境公司副总裁朴英泰 诺斯·罗普格鲁曼公司印太项目主任帕特里克·杨科夫斯基 边缘自制运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翰·普韦斯 边缘自制运营公司首席运营官乔什·布伦加特 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·卡斯特纳 斯凯迪奥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亚当·布赖 斯凯迪奥公司亚太区总经理汤姆·莫斯等10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、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、个人、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、不准入境 包括香港、澳门 本决定自2024年10月10号起施行